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的福報有多少呢 好 跟現在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A的抵達咖啡店的時候 朋友臨時說不來了 有周老師 篤霖哥還有維文老師 到底福報指數是70 哇 好重重 那為什麼會讓你的福報這麼高呢 因為貴人多多福報 來 你的福報 大部分都是貴人幫你帶來的 譬如說我有很多好朋友 我臨時需要什麼的時候 可能我當時沒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是你的朋友願意幫助你的時候 他就會把這些資源帶來給你 所以你的很多福報 通常都是由朋友帶來給你的 像這樣子選到這個選項的朋友們 也要想一下說 你們的個性還算不錯 因為你們通常願意溝通 願意跟朋友分享你們所擁有的 所以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朋友會把這些東西帶來給你的 所以要善待朋友 好 善待朋友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的 可能觀眾朋友們 有人選到這個選項的 就是朋友硬要你請這一拐的錢 福報指數是50 晚年好運財多多 我應該選這個 選到這個選項的代表是 你現在拼命的在付出你的 你就不會選這個 你在付出你的 不會啦 那很好的事就是晚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財 大部分都可以慢慢收得回來了 因為你現在懂得付出 那麼晚年的時候 你的朋友都會懂得給你 也會關心你 不管是各種的福報 他們都會給你 而且他們會報你賺好康的 所以是非常好的選項 你有那麼好嗎 都活到70歲了 人家把30歲的時候 匯錢拿來還我們 他家的 家利息還不錯 不錯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的 老闆忽然間要你回公司了 有金淳姐還有益君 我們來看一下 好福報指數是90 好 福報指數 所以說人數的機車 為什麼有這麼高的福報 沒有 因為老闆要他趕回公司 他就會回去 代表就是沒關係 我什麼都可以接受 什麼都願意接受 代表他是一個很柔軟的人 所以他的福報本來就高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他有90%的福報呢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很會說好話 真的 他們會願意就是說付出他的關心 而且就算你有難過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很願意告訴你鼓勵的話 其實有時候我們人要給人家福報 或是說我們要賺取福報的時候 說好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懂得說好話 對 它就很棒 要懂得捨得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我沒福報 不要這樣想好不好 好 福報指數是21 為什麼 為什麼 努力做好事賺福報 他們現在一直在付出他們的福報給別人 所以他們拼命的在做一些好事 希望把自己所有擁有的就給別人了 所以你不要說選到20的 是不是沒有福報 而不是 他們覺得這些東西留在自己身上 其實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多大的作用 我留著也沒有用 所以我把我有的能量付出去給別人 所以講實在話 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你只要要求他說 譬如說馬尼我現在就是生病了 我希望有個人陪我去看醫生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 他一定說會 我馬上去你在哪裡 所以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不代表說你是一個沒有福報的人 而是代表著你現在把你現在身上 所擁有的能量跟福報 一直貢獻在你的家人身上 或者是你身邊的親朋好友身上 所以不要擔心說你現在沒有福報 而是你現在都把你的能量給別人了 沒錯 放心你以後會擁有非常多的能量回來的 我是覺得像馬尼我從那個馮光榮 那個討債鬼離開之後 真的到現在一直都沒有交男朋友 大家都想幫你介紹 對 還想幫你相親 方文也要幫你介紹 可是你都不要 你現在是為什麼 你不敢交的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年紀大了我們不敢要 不是我的年紀大 是我不要年紀大的 你要說你應該找個年紀大來 愛你疼你就好 我不要 年紀輕的我們交不 等一下年紀大了有什麼不好的 有什麼不好的 很難多通報 你會 不要這樣問 你為什麼會這樣看我 沒有 他的重點是 你為什麼不喜歡讓人家 呵護你 對啊 我沒有不喜歡 只是我覺得 我對年紀大我會害怕 因為我怕睡睡念 我怕 因為他說 我吃的飯比你走的路還多 我不喜歡以老賣老 所以因為我自己的主見比較強 所以我很怕那種 你也知道 當年紀比較大 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 其實他的主觀醫師是比我們強的 你這樣也可以教年紀輕 話都搶著說玩 對啊 年紀輕的我們又玩不起 因為他還可以再玩 我們玩不起 所以乾脆就不要玩 可是我現在很 就是說有時候大家聊天的時候問我說 會不會希望有個人來疼你照顧 我說我很希望 我非常希望 但是我覺得 你說 你說你希望人家疼你照顧你 你希望他用什麼樣的方式 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門檻在哪裡 門檻 沒有門檻 這樣沒有 但是他是外貿協會 對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我有這個問題 我有這個問題 所以年輕的我又不敢 年紀大的 不敢的是有機會可以突破的 那方文要幫你介紹的那個 條件怎麼樣 方文說 你管他什麼的 先來聊聊 OK再說 不OK這種 你連聊都不跟人家聊 因為我連聊都不跟人家聊 聽說人家家事什麼都還滿好 你都不給自己機會 對啊 家事不錯 那那奶奶做什麼的 好像也是 方文介紹的不會差的 對 不會太差 你知道方文介紹的男孩子 都條件不錯 因為他自己就很挑 對 他自己又挑 那我就說不要 吃個飯不要 對啊 他很怪 那你只適合去網路交友 我也不贊成 我要看不到你的底 我幹嘛跟你交友 所以說他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非常 對 所以我就現在 我媽媽一直跟我講 所以我有小孩這個部分 因為我弟弟妹妹都有小孩 我還滿疼他的 我會帶他們去溜冰 我帶他們去看電影 會迎合他們 但是我覺得 交男朋友這個區塊 太老的 我是一直沒辦法突破 我到每次跟華靈講說 他每次都說 他很羨慕我跟簡哥 相處模式我好喜歡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也可以找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男人 他可能 可能到這個年紀來講 可能有的是 但是沒關係 上午奧 對啊 到這個年紀 可以配馬牛 大那麼多歲 還沒結婚對不對 不是離婚就是上偶 你上一波郭台銘 你都沒去搶 沒有 可是我覺得 這樣不代表就是說 馬牛跟他相處 他會不懂得珍惜他 也許會更珍惜馬牛對不對 那這樣子 我覺得為什麼不當一個 被呵護的對象 幹嘛要 就把自己弄得那麼辛苦 他也不要 我覺得 可以找個伴當男女朋友 不一定是說 非要跨入婚姻的那個門檻 你好狠那句話 上偶 沒有 我都覺得 我現在不會在乎 他是有老婆沒老婆 離婚 上偶 我都覺得OK 但是 我自己心裡面的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要跟我相處 你就不要講 你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飯多 對 就是先約法三章嘛 對不對 我真的可以這樣子嗎 當然可以 把你的眉角全列出來 把你的眉角講出來 眉角 我不知道 因為到現在沒有兜在一塊 所以不清楚 而且我的朋友圈很狹 比較狹隘 真的 為什麼朋友要約你去吃飯 然後你還要再三確定說 吃飯有誰 對 不認識你就不確定 你是怎樣 人對人之間有一種圓 我這個是講得比較直接 對 圓 我講得比較直接 那如果這個不好 下次不要找他 對 他就會 我就會講 那如果你們真的想完 沒關係 那我就 如果真的沒辦法 再說 那譬如說吃飯來講好 吃飯是絕對不能約他 尤其我跟芳文很喜歡 我們很喜歡去吃一家 吃到飽的麻辣鍋 這是我們兩個最愛 你們兩個賺那麼多錢 然後還聽到有去吃299 而且你知道 因為芳文很愛吃肉 我很愛吃海鮮 所以呢 我們兩個都在一起剛剛好 他那個肉啊 可以先吃四排 自己一個人 他真的很愛 對 他真的很愛 那所以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每次都吃這麼好吃的東西 一定要找馬妞來一起吃 所以我們就叫他 後來我才發現 找他去吃東西 尤其是吃到飽 絕對不能約他 他大概只吃了三片肉 對 三片肉 然後呢 大概喝了一點湯 他最喜歡吃蛋 所以他就煮了一顆荷包 就煮了一顆那個蛋 放下去煮有沒有 煮完撈上來吃就說 我吃飽了 不然大家去吃六九九 可是因為朋友 我覺得一九九都很浪費 對 其實前面有上偶 不是 就有單身的男生 這個馬妞就是屬於那種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跑 然後他還真的就不吃草 對 你知道嗎 就不好用 不管是上偶還是單身 他真的很單純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你今天在幫我幹嘛 相親呢 好 林鄭老師 來幫我們看看 什麼樣面向的女人 結果靠自己 才能夠得到幸福 那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說 欸